2020的美国大选异常精彩 总统选举悬念丛生的开票过程 和竞争双方媒体前的你来我往 牢牢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现如今所有美国选民乃至全世界 恨不得都盯着那块继分牌 都迫切希望自己的支持者 直通2007这个终点 一举拿下白宫高位 然而煎熬的等待还要继续 内华拉州刚刚放出消息 或许11月12日才会放出最终的结果 而威斯康星密歇根等拜登已经获胜的州 或许也要面临重新计票的尴尬场面 为了缓解一下大家紧张的情绪 小编特意给大家整理了几个 本届美国大选的幕后花絮 来说几个可能不为人知的第一或第二 虽然大选计票工作仍在继续 但是这项记录现如今已经基本锁定 根据纽约时报公布的数据 截止11月5日下午3点 小编发稿之时 拜登已经获得了7256余万张选票 而特朗普也已经达到了6877余万张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也早早预测 至少有1.598亿美国人参加了 2020年的总统大选投票 而这个数字非常轻松的将创下历史新高的记录 当然创记录的投票总人数 自然也会催生出得票数创记录的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轻松的超越了2008年 奥巴马保持的6950余万张得票总数 成为历史上得票最多的美国总统候选人 第一位跨性别参议员 随着民主党的麦克布莱德击败共和党对手 赢得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席位 即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跨性别人士参议员 麦克布莱德现年30岁 参议员前担任美国一个同双跨性别人士维权组织的新闻秘书 并曾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做过白宫实习生 据悉 除麦克布莱德之外 同时还有几位跨性别或非二元性别人士 新当选州议员 第一位90后 共和党在北卡州的考索恩赢得联邦众议员选举 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出生于1990年之后的众议员 考索恩8月刚刚庆祝了25岁生日 满足了美国法律中能够成为众议员的最低年龄标准 不过 已经有媒体报道指出 这位90后在参选过程中 因曾面对性侵犯指控而具有争议性 不管怎样 25岁坐拥美国联邦众议院席位 真可谓是人生赢家了 第一位公开支持阴谋论的议员 赢得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席位的格林 被美国媒体称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公开表示支持阴谋论的议员 格林所公开支持的是一个叫做匿名者Q的极右翼阴谋论 上述阴谋论在没有任何可信证据的前提下 声称特朗普总统正在与美国政商和媒体经营层 一些信奉恶魔撒旦的恋童癖展开秘密战争 格林曾公开专门录制视频 公开力挺匿名者Q阴谋言论 不过在他参选之后 也多次试图在媒体访问期间淡化这一话题 第一个联邦议员均为有色人种女性的州 随着各州投票结果的公布 新墨西哥州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 所有当选联邦众议员全部为有色人种女性的州 这三位众议员分别是哈兰德民主党 2018年就当选为美国原住民女性众议员的其中一人 以及同样是北美原住民切罗基部落联盟的共和党籍的哈瑞尔 还有西裔的民主党人费德兰兹 第二位进入联邦参议院的宇航员 这虽然说是第二但依旧值得一提 前美国宇航局宇航员凯利赢得联邦参议院选举 成为继约翰格伦之后第二个进入美国参议院的宇航员 约翰格伦1974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当选参议员的宇航员 好了以上就是目前为止关于美国大选的小花絮了 可能随着计票工作的推进 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待着我们 比如打得不可开交的官司 再比如若拜登胜选权力交接时的点光火石 2020的大选注定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不频繁的一届 我们就手捧西瓜安静的见证历史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分享 请不吝点赞并分享